郭文贵、陈志玉等人伪造国家机关公文案件情况通报 2017年10月5日 郭文贵在美国华盛顿公布了一份 声称得到了美国政府机构验证的中国政府秘密文件 标题为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2017年度秘密增派何建峰等27名国安部人民警察赴美执勤工作方案的批复 现在我给大家发一个中国最绝密的文件 是国家安全委员 在中国拥有这个文件直接是判三年到七年出行的 那么我今天在这里向大家说 这个文件我们得到了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政府机关的鉴定 这是真实的 曾经我在华盛顿亮出的文件 在亮文件之前 我在华盛顿白宫后面100米的地方 美国FBI官员当场告诉我这都是真的 同年10月14日 郭文贵又在其所谓全球发布会上 公布了一份标题为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调整针对特大犯罪嫌疑人郭文贵宣传工作策略的批复文件 2018年1月2日 美国华盛顿自由灯塔公布了一份声称是中国政府的内部文件 标题为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我国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就进一步深化解决该国核问题开展沟通协调工作的决定 4月2日 华盛顿自由灯塔又公布了一份名为 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2017年度加强针对美国科学技术领域统战力度工作计划的批复的所谓内部文件 公安机关调查发现 上述所谓中国政府秘密文件 在内容表述、行文格式、发文主体、印章使用等方面 存在多处明显错误 认定是伪造的国家机关公文 公安机关进一步侦查发现 上述文件军系犯罪嫌疑人郭文贵受益和指使陈志玉、陈志恒二人伪造 这两人是双胞胎兄弟 郭文贵、男、51岁 户籍地在北京市大兴区 同时拥有香港身份 河南玉达投资有限公司 北京盘古市投资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 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报载逃人员 陈志玉、男、汉祖、41岁、广东东莞人、大学文化 曾在广州市社会医疗保险服务管理局等单位担任过领导职务 熟悉公文起草和制作规范 2012年辞职去加拿大 陈志恒、男、汉祖、41岁、广东东莞人、大学文化 2008年获得加拿大国籍 长期以中国人身份在境内生活工作 现任广州某科技公司技术总监 负责软件开发工作 侦查发现 除上述郭文贵已爆料的所谓秘密文件外 陈志玉、陈志恒还伪造了大量涉及中共中央 国务院有关部委 关于重大科研项目、经费预算等方面的国家机关公文 郭文贵、陈志玉、陈志恒 因大量伪造散播国家机关公文 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80条之规定 涉嫌伪造国家机关公文罪 2018年2月18日 国安机关分别在广东、湖南 将犯罪嫌疑人陈志玉、陈志恒抓获 并依法扣押了电脑、移动硬盘等作案工具及涉案物品 警方审查发现 自2013年开始 陈志玉、陈志恒两兄弟就开始从事伪造国家机关公文 出售给境外机构谋取利益的非法活动 因为我小孩患有自闭症 然后现在在加拿大治疗 但是因为在加拿大的花费巨大 而且我的收入也不高 难以维持家庭和我小孩治疗费用的一些正常开支 所以生活也是比较拮据 所以为了获得郭文贵的一些资金和人脉方面的资助 所以我就为了郭文贵去伪造编造这些文件 你是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 我是想帮我哥解决财政困难 2017年5月以来 郭文贵在推特上公开悬赏征集 所谓中国政府秘密文件 陈志玉、陈志恒看到该消息以后 认为有利可图 决定联系郭文贵 经过策划商议 同年6月 由陈志玉化名周国明 主动联系郭文贵 经多次试探接触 郭文贵认为 陈志玉有很强的伪造公文的能力 于是于2017年8月 与陈志玉正式建立起合作关系 以每月4000美元的工资 雇佣陈志玉 专职为其提供爆料所需的材料 现在不应该在上班 应该每分每秒都要投入到咱们这个伟大的事业当中去 资金100%没问题 这个钱是4000美金一个月 我给你没问题 然后呢 我要和你们全面的进行合作 我也希望这个事弄完赶快和您见面 好不好 周先生 谢谢 为了让陈志玉死心踏地的为其效力 郭文贵还许诺出资5000万美元 建立基金供陈志玉陈志恒两兄弟支配 把这个几个资料准备完以后呢 我准备捐献给你们5000万美元现金 支配权完全归你们 就这样 郭文贵 陈志玉 陈志恒三人 结成了一个合作紧密 分工明确的犯罪团伙 陆续伪造了大量的国家机关公文 甚至还有伪造的中纪委的办案案卷 被抓获前 陈志玉 陈志恒二人 共向郭文贵交付了三十余份 以中办 国办 国安委 以及财政部 人设部等名义印发的 所谓绝密机密文件 内容涉及到台海 朝核 统战 经费预算等事项 在得到这些伪造的公文后 郭文贵多次在网上进行公开散播 应郭文贵要求 陈志玉 还四次到美国纽约 与郭文贵及其助手见面 郭文贵先生 上一次说好的是 本月二十号 在纽约跟您会面的话 这个计划 还是按计划进行吗 二十号见面 不变 谢谢 陈志玉 陈志恒二人 供述伪造公文的过程 首先我们会按照郭文贵的要求 然后确定好文件的标题和内容 在文件的标题和内容确定好之后 我们就在网上搜寻 跟这个文件有关的那些专业术语 比如说行政用语 法律用语 政治常识等等 然后我再将这些碎片化的信息 再整合成文件内容的初稿 然后我再添加一些 我自己所编造的一些信息进去 最后将文件内容的初稿完成之后 我在网上就下载文件的版式 然后我们将完成的文件内容的初稿 再套入公文的版式里面之后 就形成了公文的初稿 七草一份文件 七草一份文件 七草一份尾造文件 先是由陈志宇 就我哥陈志宇 他先把文件的主体先编写好 然后通过图像加密的方式传发给我 然后我对文件就进行修改 修改以后 然后我会也通过图像发加密的形式 发回给陈志宇 然后这样反复几次以后 我们就会定稿 定稿好以后 我就会加上抬头以及公章 然后把它打印成文件形式 然后拍成照片 再把成型的照片发给陈志宇 然后陈志宇再把这个照片发给郭文贵 那你那个公章是怎么来的 公章一般就是陈志宇在网上找到 他所要的公章的图片 或者相似公章的图片发给我 我这边用PS进行处理 然后处理完以后 然后就把它打印到文件上面去 下面我们向大家展示郭文贵 陈志宇 陈志恒三人 是如何分工合作伪造公文的 伪造公文 国务院办公厅 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2017年度秘密增派何建峰等 27名国安部人民警察 赴美执勤工作方案的批复的制作过程 陈志宇交代 2017年8月 他和弟弟陈志恒二人 将之前围造的国务院办公厅 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2014年度秘密增派范海涛等 33名国安部人民警察 赴台执勤工作方案的批复的文件 根据时政变化略加修改 制作了国务院办公厅 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2017年度秘密增派何建峰等 27名国安部人民警察 赴美执勤工作方案的批复的假文件 这份文件是按照我以前曾经伪造的一份 关于派遣 泛海涛等34名国安人民警察 赴台执勤工作的批复 这份假文件 然后经过我的一些修改 在伪造成这份文件 然后发给郭文贵的 他所修改的内容 大概就是说把里面的有设计台湾的内容 把它变成设计美国的内容 比如赴台 我就把它里面内容全部改成叫赴美 然后里面的那些针对台湾的 我就全部把它改成叫针对美国 或者是针对西方敌对势力 然后将里面的一个中国银行 这个台北分行 我就把它改成叫中国银行纽约分行 27是我们的生日是11月27日 所以我们就觉得27是个比较幸运的数字 所以我们用了27 而何建峰其实他在草稿里面是何海峰 我在零打印前 我觉得何海峰对名字的过于普通 所以我就把那个临时 就把这个何海峰的名字改成何建峰 因为我觉得人民警察 名字要阳刚一些 这份文件的公章是怎么来的 这份文件有两个公章 一个是国务院办公厅的公章 一个是中央国家安全机构委员会办公室的公章 国务院的办公章是从网上下载 然后在PS上去的 而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的公章 在网上是搜寻不到的 我是搜寻了一个叫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的公章 然后我再把其中的机构编制改成国家安全 就是创造了这个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的公章出来 伪造公文 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我国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就进一步深化解决该国核问题 开展沟通协调工作的决定的制作过程 2017年9月朝鲜进行了一场核试验 当时联合国就通过了对朝鲜的一份制裁协议 郭文贵当时就觉得这是一个抹黑中国的亮点 大概郭文贵从2017年9月份开始 他就不断地通过我和郭文贵专用的WhatsApp和iMessage 那里要我提供涉及朝鲜 涉及台湾和涉及美国的机密文件给他 所以我就是按照他的要求去编造这份朝鲜文件 这个我们尽可能的北朝鲜的文件 文件除了数据 关于北朝鲜近期的文件 一定给我弄几个 这非常非常的关键 陈志玉 陈志恒两人在郭文贵支持下 需够我国向朝鲜提供经济援助 军事支持 先后伪造了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加强监管朝方通过特别贸易渠道 与我国开展贸易活动的通知 中共中央办公厅 关于我国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就进一步深化解决该国核问题 开展沟通协调工作的决定 发送给郭文贵 这种文件的标题是参照 理定编造这种文件之前的一份 发给外交部 也是针对朝鲜问题 发给外交部的一份公文 参照这种公文的标题去改变的 针对朝鲜的一些词语的话 一些用词号 很多都是从网上去下载的 比如说提供给朝鲜的防御性的武器 比如说中短程弹道的导弹 还有子母弹 这些军事用语的话 也都是我从网上下载的 伪造公文 中共中央办公厅 关于2017年度加强针对美国科学技术领域 统战力度工作计划的批复的制作过程 我要一定一定的 即时的 有效的 全面的 中办的一些核心有关 设美 设台 设港 以及内部的一些核心 决心文件 我们搞几份更加绝密的材料 让美国人看到对美国的威胁 陈志玉按照郭文贵授意 和预先设定的框架 伪造了一份题为 中共中央办公厅 关于2017年度 加强针对美国政府高层 专项统一战线工作计划的 批复的文件初稿 郭文贵 就要我们去制造这样的文件 就是想要制造一个通中门 这样的问题 去要挟特朗普 不要去遣返他 又让我和陈志玉去背这个锅 我就觉得非常害怕 然后呢 后来我就跟陈志玉就上映 就是并没有按照郭文贵的意图去制作 而是我们自己就是把它改成了 就是中国向那个美国科学技术领域进行渗透的 这样一份文件给郭文贵 中共中央办公厅 关于2017年度 加强针对美国科学技术领域 统战力度工作计划的批复 发送给郭文贵以后 2018年4月2日 美国华盛顿自由灯塔 对该文件进行了爆料 这文件都是按照郭文贵 给我们提供提的要求去进行的 比如说郭文贵要求我们提供 设朝鲜的文件 我们就编到设朝鲜的文件 给郭文贵 郭文贵要求我们提供设美国的文件 我们就提供设美国的文件给郭文贵 这份文件呢 是陈志宇起草的 里面具体内容就是说中国呢 就是针对美国的科学技术领域里面的人才 进行收买和融络 这样子的内容 是陈志宇先把这个文件的主体内容先辨识好 然后发给我 我自己修改以后呢 然后发给他 郭文贵信誓旦旦宣称 这些文件都是真实的 是经过美国FBI等政府机构验证的 但面对质疑 他主动向陈志宇表示 真假并不重要 好好好 你想想那个字 他仔细研究研究什么问题 你想想 你想想 谢谢 我把这个文件的通编 好好看了一下子 的确有个特别是这个对峙的自治 这个至于那个什么 什么超送什么外交部商务部啊 是 我个人理解来说的话呢 就是说是 去超送国务院办公厅 有办公厅在转超的话呢 是 应该是这个 也是可以的 因为国务院办公厅 他知道应该是转超哪个部门 好好好 这没问题 不管是这样 咱反正 这个这我知道什么情况就行了 结果并不重要啊 他们可以什么都都能夹 咱就不能夹吗 为啥不能夹 目前公安机关已以涉嫌伪造国家机关公文罪 对陈志玉 陈志恒 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对郭文贵 对郭文贵调称假文件是经美国FBI等政府机构认证 以及发现的大量郭文贵向个别美国议员和前政府官员提供政治献金等情况 公安机关将通过执法合作渠道与美方执法部门合作进行核查 相信美方执法部门也不会容忍这种犯罪行为的存在 郭文贵 陈志玉 陈志恒 伪造国家机关公文的行为 严重危害国家安全 公安机关将坚决捍卫国家政治安全 坚决捍卫国家利益 坚决依法严厉打击伪造国家机关公文这种严重犯罪活动 侦查发现 郭文贵还伙同陈志玉 陈志恒等人 编造了包括多位中央领导和省部级领导 在境外有私生子、房产、情妇、巨额存款等虚假信息 以及涉及其他单位、企业和公民个人的虚假信息 情节严重、影响恶劣 已经涉嫌严重犯罪 公安机关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并将继续公布相关案情 未经许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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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